我們有得分耶 無論是殺球還是為了救球 選手們你來我往毫不相讓 但是雙腳踩在爛泥中 有時站都站不穩 有人甚至跌坐在泥中 也有人整個摘入水田變成了泥人 現場驚呼聲 加油聲不對 這是怎樣 非常的青春牙齦 好難打喔 真的是動不起來 你看他跳不起來 會不會覺得很髒啊 不會喔 好玩最重要 人生走過很多的過程 還能夠再打這一場球 輸贏一定不重要了 不只要晃空 讓人覺得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而已 那種感覺非常的舒服 有機會真的可以再嘗試看看 在一片綠油油的稻田中 假期排球網才判踢 一場別出新財的阿豆大樹杯水田排球賽 終於正式開打 不僅吸引11個隊伍參加 就連球齡超過40年的永信杯好手 也爭相報名 我60歲了好想再打一場排球 所以我們就花了三個月時間 把水田種成排球場 那種到現在這個已經翠綠的時候呢 我們在這邊辦一個排球比賽 因為我們是農家之地 然後我也是學農的 然後我把我最喜歡的排球賽 又跟我的那個最喜歡的農田 然後結合在一起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完美的過程 原夢非常的愉快 可是我們還想再創造另外一個夢想 我們希望有第二屆第三屆把它延續下去 人稱阿豆大樹的卓銘榜 和從事休閒農業的多年好友李俊憲 舉辦一場別具創意的水田排球賽 不僅圓了43年的夢 也成功行銷20的農業文化 新唐人亞在電視 葉西洪發雅賢 他們這話才一瘋不動 我們就想要出現 剛才他出現了 白瓶的 dancer 白瓶的化妲物 這装當中的是 兩包一包